大家好,我是龙飞 今天是2022年的1月13号周四 那么今天继续涨停板的一个复盘 那么今天大盘指数呢 是走出了震荡下行的一个走势 全天呢是处于一个弱势下行的一个走势 今天早盘呢是直接跌破了三条均线 那么指数呢再次来到了我们3555点 也就是前期的一个追尊位 那么之前的一个下方支撑位呢 是在3550点 今天呢是再次达到了3555点的一个位置 那么在复盘之前呢 还是先看一下我们昨天的文章 对于大盘今天的一个预判 那么昨天的文章当中呢写到 北向流入是震荡上行 周三的指数是震荡上行 收复了两条重要的指数均线 3600点呢是近期的一个整数压力关口 成交量的缩量是上攻过程中美中不足的地方 距离3600点近一线之隔 周四突破的问题应该不大啊 但是能否赞赏还需要时间去验证 那么今天大盘指数呢是最高达到了3601点 也就是我们开盘的一个最高点 那么开盘以后呢就直接出现了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走势啊 最终呢是收出了一个光头光脚的一个阴线 收盘的最低点呢3555 对应的一个盘中的最低点呢也是3555啊 所以今天整体的走势呢依旧来说是比较弱的啊 那么在周三的时候呢是下车了雪人三天不新高 铁律一定要是严格的执行 那么龙绳呢还在车上 周四如果不能够新高也就直接下车了啊 目前呢是只有一只龙绳在车上 那么今天的一个龙绳呢是没有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 也是属于三天不创近期新高 一定要严格下车的一个策略 那么今天的龙绳也是选择了下车啊 那么周三选择的标题就比较多了 那么按照强弱排名的划分呢 一共是这个亚太啊 湖北龙金开开 翠薇新华 然后是这个冰山 亚士吉祥 祖神浪呢是汉森 历史新高的是九安 那么三连板是一只赛龙 作为这个我们关注的一个标题 那么指硕的上攻呢 是给了前期领童阳喘息的一个机会 一旦标的升多 市场的资金就会分散 加大分歧 那么市场近期的热门赛道呢 还是一药为主 那么涨停指硕的新高呢 意味着强势标题 还能够延续上攻的一个走势 那么今天选择到的这12只标题呢 在找盘的时候呢 走的都是不错的啊 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大幅的高开啊 或者是出现了一个涨停 那么随着指硕的大幅走低呢 啊 这些标题呢 也出现了开板啊 或者是在尾盘出现大幅跳水的一个情况 那么为什么今天指硕会出现大幅的一个跳水 那么经常关注我视频的朋友呢 都知道啊 只要指硕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我们看的是什么 看的依旧是我们的一个BBD大单进额啊 BBD大单进额呢 就是显示的一个资金面的流入以及流出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的BBD大单进额呢 在找盘的时候呢 在接近11点的时候呢 已经流出了65啊 那么当时在盘中的时候呢 也是给大家做了一波风险的提示 当天大单进额呢 一共是流出了207 超过百亿呢 就属于大幅的一个流出 那么找盘在11点左右的时候呢 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风险的一个提示啊 告诉大家当天呢 是不要追高啊 如果仓位比较重的呢 适当的把仓位给降低 同时呢 一定要把风控给放在首位啊 那么今天午后呢 也是跟随着这个资金面呢 出现了一波大幅的一个震荡下探的一个走势啊 那么所以文章和视频呢 一定要结合起来一起看 才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在周三的一个BBD大单进额呢 一共是处于百亿的一个流出 是处于21.169 资金面的稳定呢 同时需要人气的配合 成交量的缩量 是说明市场的人气不足 指数上方接近3600点整数关口 将延续震荡走势 市场想要突破3600点整数关口 一定要有市场人气成交量的一个配合 那么量价提升呢 才是有效的一个突破 那么昨天呢 指数是出现了上攻 但是下方的成交量呢 却依旧是属于5日和10日均线 下方的一个萎缩 并没有出现一个量价提升的一个上攻信号 那么短期的震荡区间呢 是给到了3580点到3615点啊 如果按照正常的一个延续走势呢 找盘应该是能够延续 昨天的一个强势上攻的一个信号啊 最起码呢 能够站在3600点的上方 那么结果呢 今天找盘呢 是直接出现了一个较大幅度的一个开盘 然后就开始出现了一个震荡走低的一个走势啊 也是说明市场的人气不足 整体的市场呢 也是比较弱的啊 之前一直和大家说 3600点是属于弱势的一个区间啊 那么想要走出强势上攻的行情呢 一定要突破3650点的一个指数关口 那么六位战法整体的一个评分呢 也是不高 那么政策面和消息面呢 是打了6分 人气面呢 是4分 资金面5分 技术面4分 基本面呢 是打了3分 那么综合的评分呢 是4.6分 对应的仓位呢 也是4到5成 那么政策面啊 是这个14.5规划啊 那么关于这个硕制经济 5G还有大作剧呢 是成为了这个高频的词汇 那么大的方向呢 是已经明确了 敏锐的市场呢 将会围绕政策面释放的消息呢 去进行布局 那么有关于硕制经济啊 5G啊 还有这个大作剧呢 可能就会成为本年的一个较大的一个赛道了啊 那么消息面呢 是发布了净利润预征的一个信息啊 包括某家券商啊 有这个净利润预征的预征的一个信息 都是属于一个短期的一个利好 那么利好呢 可能会导致大金融的拉升 维持6分的一个评级 人气呢 是处于5日均线的一个下方 市场的人际不足 也是周三只做震荡上行 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啊 也是这个 缩量上攻啊 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 那么资金面的流出呢 是在百亿以内啊 那么北向的大幅加仓呢 给市场注入了新的一个流动资金 维持5分的一个评级 那么在技术面呢 是收复了两条均线 上方还有三条均线 以及3600点的整数关口 情况占不明了 基本面呢 是在3600点下方 防守的观点不变 等待市场放量突破 才能看作是有效突破 那么今天 又出现了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走势 也是属于情理之中的啊 那么继续 在3600点下方防守的观点不变 等待市场放量突破 才能看作是有效的一个突破 那么看完了文章 和我们今天的一个BBD大单金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一个涨停满复盘 啊在昨天选择到的这个12只标的当中呢 新华联啊 包括这个龙金啊 还有包括下方的这个翠维呢 很多标的呢都是出现了涨停 但是很可惜啊 尾盘的这个大幅跳水呢 导致市场呢 是出现了一个情绪面的一个变化 但是呢 依旧是有几只标的出现了一个涨停 1234啊 5只5只标的涨停 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涨停板加速呢 今天就不是很多了啊 一共是有60多家 其实市场的涨停板加速呢 并不是说越多越好 相反的呢 其实是越少越好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目前以市场的这个资金来看呢 总体的存量资金呢 并不是很多 一旦涨停板的加速多了以后呢 那么对于这一部分这种短线资金面 比较敏感的这一部分资金呢 就会出现一个分散了啊 不管是这个资金面的啊 情绪分散 还是包括市场的人气面 都会出现一定的分歧 如果说这种涨停的加速越少呢 那么它的集中度呢 就会越高 反而呢 是更有利于这种短线人气龙头的这种标的啊 那么我们从第一只开始来看 今天呢 一共是有60多家 我们是一家一家的来看啊 那么赤心呢 是不带大家来去做关注的啊 那么近期呢 很多朋友呢 都觉得这个涨停战法呢 非常非常的不错 都是想要学习啊 那么刚开始呢 很多朋友刚开始关注 那么和大家说一下呢 大家刚开始关注的时候 一定不要着急的去考虑去上车 因为整套的涨停战法呢 它只是一个名称 在涨停战法当中呢 涉及到的一些 比如说像仓位管理 仓位控制 风险控制啊 以及上车下车 等等都是有非常严格的纪律 去一定要去执行的啊 并不是说每天在文章当中 通过强弱排名的一个划分呢 就可以选择性的去考虑去上车啊 那么首先 我们操作这些强势标的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风险控制放在首位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只有你把风控控制好了 你的心态控制好了 你的仓位控制好了 那么你才能够有效的去执行自己所制定的一个操作策略啊 那么我们每次去上车一只新标的的时候呢 我们每次上车的仓位呢 是不超过两成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大幅的高开 或者是大幅的低开呢 同样也是不可以上车的 大幅的高开 或者大幅的低开 超过了五个点呢 我们同样是不让大家去上车的啊 这是关于上车的一个纪律之行 那么我们每一次去上车的时候呢 一定会考虑到什么时候去选择下车呢 那么选择下车呢 同样也是有三个下车的一个点位 那么第一个点位呢 就是五日均线啊 为什么把五日均线放在我们第一个点位呢 因为这种强势的标的 在上攻的过程当中呢 基本上是不会跌破五日均线的 正常呢 都会沿着五日均线缓步的向上运行 那么五日均线一旦跌破了以后呢 说明短期的市场可能要进行调整 或者是标的需要进行调整 那么五日均线呢 是作为下车的第一个点位 那么第二个点位呢 也就是当你进场了以后啊 如果说标的出现大幅打压的一个情况 往下走了五到七个点 那么是可以作为你第二个下车的一个点位 那么前两个第一个点啊 五日均线以及第二个点 往下走了五到七个点呢 都是根据个人的承受能力 去选择是否下车啊 并不是做强制要求 如果说你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大的话呢 你可以根据第三个下车的点位 第三个下车点位是什么呢 就是他三天没有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 那比如说像龙神啊 龙神呢也是近期三天没有创近期新高了 雪人走呢 也是因为三天没有创近新高了 那么为什么把三天不创近期的新高 作为下车的铁力区严格执行呢 因为这种强势上攻的标的啊 它的人气呢 一定是市场当中的佼佼者啊 如果说他三天都没有能创下新高呢 说明里面的市场人气 发生了一定的一个变化 在短期之内呢 多和空双方的力量呢 多方并没有占据强势的主导地位 那么在我们的一个六维战法当中呢 大家都知道是通过政策面影响消息面 消息面呢去影响人气面 人气面呢去影响资金面 那么资金面呢 如果说人气面发生了变化 那么资金面呢 同样也不会出现强势的一个上攻信号 那么这个时候呢 出于对于风险的控制呢 也是要考虑下车了啊 所以三天不创经济新高 是作为铁率 大家必须去严格执行下车的一个铁率 任何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 都需要把风控给放在首位啊 那么同样像这种300和这种688的标的呢 我们不把它放在自选当中 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没有出现涨停啊 如果说当天没有出现涨停呢 那么当天就没有很强的一个风板信号 那么第二天呢 就不能够延续强势的一个上攻信号了 同样正负五个点的一个开盘呢 不让大家上车 超过了五个点呢 那么阻力呢 是有可能会选择出货啊 所以大幅的高开呢 我们是不让大家去上车的 同样大幅的低开呢 也不让大家去上车 原因是什么 一旦出现大幅的低开呢 对于这种强势的标的打压的 已经超过了预期的一个范围啊 一旦出现大幅打压呢 对于当天上车的多方人气呢 就会选择犹豫了啊 那么一看出现这么大幅度的一个打压 那么是不是阻力又在出逃了呢 所以说呢 大幅的高开或者是大幅的低开 超过五个点呢 都不让大家去上车 我们这种三天不创新高选择下车呢 并不是说我们仅仅只操作啊 三天 那么我们用的是这种 以小博大的一种方式啊 我们没事去上车 两层的仓位呢 去看去观察 它能不能够走出近期强势的一个上攻信号 如果能呢 我们就继续留在车上 那么从近期的一个开开啊啊 或者是从久安整体的表现来看呢 很多朋友说 开开已经出现了一个三四十个点啊 那么是不是考虑下车 那么三十啊 或者是四十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啊 所以说呢 选择上车还是选择下车 一方面呢 要看你个人的一个承受能力 另外一方面呢 就要看它有没有出现较大幅度的一个变化啊 如果说出现了大幅达的一个情况 出于风险的控制呢 任何时候都是可以选择下车的啊 那么这支千红药液呢 千红制药 也是今天选择到的第一支标的 出现了一个三连板 三连板呢 是放在文章的这个划分强弱 划分当中呢 是排名最后的 是不让大家去选择上车的啊 那么只有它走出了四连板 五连板强势的上攻信号以后呢 我们再折击啊 选择是否去上车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像这种手板呢 同样是不做关注的 二连板呢 也不让大家去关注 因为三板是确定一个上攻趋势 非常强力的一个信号 只有出现这种三连板以后呢 市场的关注入呢 可能才会来说比较高 那比如说像这个亚式光电 当时关注的时候呢 也是出现三连板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两天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连板的一个走势啊 所以只有当它出现了强势上攻的信号以后 那比如说大盘今天是出现了一个下跌 但是整体的这个标的呢 却出现了一个上涨 那么用大盘和这个标的去做对比的话呢 这个标的呢 是强于大盘的啊 那么这只标的呢 是强势的上攻信号 而大盘呢 是处于弱势的震荡下行信号 那么强者很强 是作为涨停战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核心思想啊 那么同样这个亚式呢 也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自选以及强弱排名的划分当中 那么根据以往的一个这个走势呢 啊 像这个全聚德 全聚德这只标的呢 也是一直沿着五字线缓步的向上运行 那么经过了新高震荡了四天以后呢 是再次创下了近期的一个新高 在这里呢 也是处于上攻的一个形态 那么很多刚关注的朋友啊 不知道什么样的标的呢 叫做主升浪啊 主升浪在上攻的过程当中呢 首先要沿着五字线缓步的向上运行 最好呢 能够三天创下一新高 在这里呢 全聚德在这里出现了新高以后呢 一二三四啊 超过了四天的时间 在第五天的时候呢 才走出了一个上攻的一个信号 所以像这种走势呢 在整体的一个主升浪当中呢 排名呢 肯定要相对来说要弱一点啊 并不是啊 积极的完全的一个主升浪的一个信号 那么正常的一个主升浪信号呢 它的斜率呢 应该是在45度的一个样子啊 那么在这里呢 整体呢 它的整体的这个斜率呢 就达不到一个45度角 那么这只标记今天是创下了一个涨停 并且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 同时下方的量价呢 一共要是 齐升的啊 只有量价齐升 才能够看作是有效的一个突破 那么比如说像大盘啊 大盘在这里的时候呢 为什么说在这里 只做出现了上攻 但是成交量呢 却出现了一个萎缩 这就是上攻的一个尾 呃这个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啊 是出现了一个背离 那么背离呢 就说明上攻的人气不足啊 那么只有量价齐升呢 才是一个正常的 有效的一个上攻突破的一个信号 那么全球的呢 是作为今天的一个主升啊 主升趋势 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制选当中 那么这种二连版的呢 我们暂时不做关注 首版的呢 因为太多了 我们也不做关注 精华制药也是之前的一个 非常厉害的一个连版标的了 在经过了连续的调整以后呢 在这里啊 12345调整了5天以后呢 再次出现涨停 那么只要这只标的 不创下前期的13.65的一个新高啊 那么我们就不考虑 把它放在我们的制选当中 只有它突破了13.65以后呢 才能够看作强势上攻的一个信号 我们再把它放在制选当中啊 那么这只标的呢 是暂时不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制选当中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赛龙也是出现了三连版以后呢 是今天再次出现了一个涨停 也是在昨天文章当中排名 较为靠后的一个三连版啊 那么今天再次出现了一个涨停 我们把它放在今天的一个制选排名当中啊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尖锋集团啊 这种首版的呢 我们是暂时不做关注 二连版的呢也不做关注 明德啊 近期呢也是这只标的的整体位置是比较高了啊 那么这只标的呢 应该是创下了历史的一个新高 那么历史的新高呢 是作为我们涨停战法之前非常有效的一种突破形式 那么如何去划分它的强弱呢 是跟大盘去做对比 那么大盘近期呢 一直是属于弱势震荡 并且下行的一个走势 那么这只标的能够走出连续的拉伸 里面一定是有阻力在运作的啊 那么当它突破了历史的新高以后 在上方是没有任何压力位的 所以整体的 不管是从这只标的里面的近期人气走势 还是资金面的走势 都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量价提升的非常好的一个配合啊 但是这只标的整体的位置太高了 所以就不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制选当中了啊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那么为什么让大家去关注这种涨停创历史新高的标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如果一只标的想要涨出三倍四倍 甚至是五倍的这种走势呢 它一定要突破自己前期的一个历史新高 只有不断的突破历史新高 它才有可能走出三倍四倍啊 甚至是五倍的一个行情 所以这种创历史新高的呢 也是属于我们涨停战法所选择到的一个标的之一啊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同庆楼目前也是两连版啊 那么首版的呢 也是不做关注的啊 这只久安医疗也是在昨天文章当中啊 排名强弱排名度划分较高的一个 那么今天呢 是直接出现了一字 那么也是没有给任何上车的一个机会啊 同样的也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资源当中 大幅的高开啊 超过五个点 大幅的低开 超过五个点呢 都是不建议大家去上车的啊 这只标的呢 今天是涨幅直接的一字版开盘 所以呢 也是不作为上车的一个可选标的 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中龙这只美胜 也是属于前期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标的啊 近期呢 也是连续的调整了 那么 我们再看看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走势 比较厉害的一个标的 那么汉森啊 汉森制药呢 也是昨天的一个主声浪的一个排名啊 那么今天呢 也是再次出现了一个涨停 并且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了 那么找盘的时候呢 接近接近五个点的一个开盘的一个幅度了啊 那么直接达到了4.08 那么接近了五个点啊 那么开盘的幅度呢 是在五个点 正负五个点的范围内 那么最好呢 能够是在三个点啊 正负的三个点以内 考虑上车是比较合适的啊 那么高开的三个点呢 肯定要比低开的市场人气呢 要更加的充足啊 那么汉森今天也是出现了涨停创经济新高 同样也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资源当中 二连版三连版呢 是不做关注的 新华联啊 新华联在昨天的整体的排名当中呢 也是排在了123456 排在了第六的一个位置啊 那么今天呢 也是再次出现了一个涨停 那么这种连续的拉伸呢 肯定它的强弱排名 要把它的位置给靠前了啊 123456 六连版的一个走势 也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资源当中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就关注三连版走势的一个原因 只有走出三连版以后 它才有可能走出更加强势的一个上攻信号啊 那么我们就要关注它 在后期能不能够走出四连版啊 五连版 那么如果说一旦给了上车的一个机会呢 那么早盘的开盘幅度呢 是在正2.42 啊 是在我们的三个点以内啊 那么这种呢 就是比较符合上车的一个标的了啊 那么这只标的是再次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自选当中来啊 我们呢 接着我们再看 狼房发展 也是三连版的标的啊 同样也是把它放在我们今天三连版的一个关注的一个标的当中 那么这种三连版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三连版呢 我们是不让大家去上车的 我们一旧要关注它能不能够走出四连版甚至五连版的一个强势上攻信号 如果能关注我们通过强弱盘面的一个划分呢 再考虑折击是不是看它给了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 我们再选择上车啊 亚太药业今天的整体走势呢 也是比较强势的 但是在早盘这个接近11点的时候呢 是出现了一个打开 当时整体的一个BBD大量金额呢 已经流出了接近50 那么在接近11点的时候呢 流出是超过了67 所以对于整体的这种短线市场情绪比较敏感的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直接打开的一个操作啊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当BBD出现大幅流出的时候呢 市场的人气呢 在多控双方也是发生了一定的一个分歧 所以在这里就是和大家说 为什么每一天我们都要去看BBD大单金额的一个原因了啊 如果说早盘流出在10点半啊 或者是在11点左右 流出的幅度是小于50的 那么基本上是不用太过于担心 如果说早盘的BBD属于净流入的一个状态啊 比如说早盘10点半 那么当天的BBD大量金额呢 就属于一个净流入的一个状态 那么当天的安全性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市场的上涨和下跌呢 都是和我们的资金面有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啊 资金面流出只说下行啊 资金面大幅流入只说上行啊 这就是和买卖是一个道理啊 那么这只下单呢 今天是没有出现涨停 所以呢是不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质选当中啊 那么今天所有的涨停板标的呢 基本上就全部和大家复完盘了啊 到这里呢是没有出现涨停了 今天整体的涨停就比较少了 一共是只有8只 再去掉这个两三两只 这个三连板的 那么只有6只 那么这个时候呢 对于涨停板的市场集中度呢 就会比较高了 那么在今天晚上的文章当中呢 依旧会对大盘以及整体的所选标的呢 作为一个强弱排名的一个划分 大家如果找不到文章的话呢 可以多看看之前的一些视频 或者是视频下方的一个评论 就可以找到了啊 还是非常非常好找的 那么今天的涨停板复盘呢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 那么大家如果觉得说的不错呢 可以给我一个点赞评论或者是关注 大家的点赞评论和关注呢 是我持续更新的最大动力 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